針對英國爆發的變異病毒的情況 疫苗生產商輝瑞以及莫德納都表示 以架市面上的新冠疫苗 仍然可以抵制變異的新冠病毒 但具體的結論就需要研究觀察後才能夠擴定 莫德納表示正在進行的實驗 已證實其疫苗對所有病株都具有免疫性 目前動物和人類的血清實現都已經證實 疫苗對來自新冠爆發以來出現的各種病毒的變異 都有同等的免疫作用 即使免疫性出現問題 科學家亦都能夠快速地重組疫苗中的基因物質 以最快的速度推出有效的疫苗 整個過程不會超過六週 同輝瑞一同研製疫苗的德國生物技術 巴奧特行政總裁薩恩說 根據科學實驗 輝瑞公司生產的疫苗 對於變異的病毒仍然有效 他表示 輝瑞疫苗包含了1,270種氨基酸 而變異病毒只有9處的基因發生改變 那就意味著99%的蛋白質仍然相同 不過還需要兩週左右的時間進行數據收集和研究 根據早期的數據 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變異的病毒會造成更嚴重的疾病 或對免疫反應或疫苗有效性造成影響 但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證實上述的結論 截止到目前 加拿大累計確診超過55萬例 在所有確診的病例中 境外旅行的感染者佔比例不到2% 但加拿大公共衛生部門也強調 由於變異的病毒的特殊性 未來仍有可能發現更多的變異病例 呼籲民眾應該遵守防疫守則 減少出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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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減少出行